7月24日 神韻紐約藝術團重返康州斯坦福 中國經濟學者、獨立專欄作家戈壁東先生 剛剛來美國兩年多 早已久聞神韻盛名 這次他提前一個月訂票 演出令他震撼落淚 創新真是震撼的 我看的時候 我的內心是非常激動 有些場景我沒哭 但是我已經在抹眼裡了 我的同伴看到我在抹眼裡 是確得很感動 為什麼 我們這些文化的東西 我們這些藝術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民族的 但是因為中共共產黨來了 我們多久看不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今天來說 我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機會 我非常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非常的振奮 戈壁東同時表示 如此美好的文化 只有到海外才可以看到 令他悲傷 今天神用給我們的這個文化 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結論的文化 這些文化 我們這個民族傳承了幾千年 但是到了中共的手裡 我們徹底的給破壞了 非常非常 我覺得我今天非常的欣慰 我看到了這個文化 但是我也非常的痛苦 因為我們要看這個文化 我們必須到海外 這是我們非常悲哀的 是我們這個民族 是我們這個國家非常悲哀的事情 這次整個神韻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的震動 戈壁東激動地表示 他要感謝神韻藝術團 讓全世界看到真正的美好的中華傳統文化 我要感謝我們的神韻藝術團 感謝我們有那樣一個好的節目 在世界 全世界流傳 能展現出我們真正的中華民族的文化 真正向全世界展示了 我們擁有過這麼好的文化 而不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展示給全世界的那些醜陋 我們是偉大的 我們是有充分的藝術的 我們非常的了不起 我們這個民族是了不起的 只是因為有邪惡的中共 所以我們被破壞了 我們看不到這麼好的文化了 也讓我們看到了神的天國 神的世界是那麼美好 也讓我們看到了 我們這個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 我們要成為神的神國的人 我們有這樣一個可以向往的路可以走 這也是這個節目給我們的一些 給我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神韻演出中所展現的神性 也讓戈壁東深受感動 備受鼓舞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醜陋 看到了中共的邪惡 但是今天我看到了美好 看到了我們有偉大 我們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在我們 有偉大的天國在召喚我們 我們有美好的東西在等待著我們 我們這個民族有更好的前途 前提是需要揭替中共 揭替了中共 我們這個民族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中國人就會有更美好的東西 就像神用那麼美好的東西 會在我們的世界裡重現 謝謝 新唐人記者施文 宋生化 美國康舟報導 問人 ね 是我 我